从唱歌出道 她在八点档找到了舞台 苗可莉形容 这一切是老天最好的安排 过去她曾经长达13年的时间 迟迟没有代表作 所以还不到30岁 她就决定提早卡位演妈妈 戏剧当中的儿子陈昭柔 现实生活中年纪比她还要大 但苗可莉完全不在意 后来她怀孕了 舍不得放弃机会 挺着大肚子继续演 演到怀胎九个月 女儿出生之后 一做完月子 她又立刻复出 一直到2013年 终于以这一部 《韩笑食堂》 喜练的演技 她获得第48届 金钟女主角的肯定 而这出戏呢 其实描绘的是 为人母的心情 一如苗可莉人生缩影 因为她结束了 六年婚姻生活之后 把宝贝女儿 留在台中娘家 请爸妈照顾 自己呢 在台北重辞事业 谈起了分隔两地的女儿 已经念中学了 常常一张纸条 一包零食就忍哭苗可莉 继续带您来看 八点档大姐爸 心里最柔软的角落 生日快乐 你还没有许愿啊 电话 一改破辣形象 苗可莉系路大转弯 同样演人家妈妈 但面对爱情婚姻抉择 靠人生历练 演技大爆发 第一次入围 就抱下金钟影后 我特别真的要谢谢我的家人 真的我妈妈他们帮我 把小孩照顾得非常好 让我有真的是无后顾之佑的 可以来打拼事业 让我女儿真的非常贴心 戏中和女儿的好感情 一如戏外 人生缩影 现实中苗可莉也有个 已经高三的女儿 从小就住台中娘家的女儿 常常一个贴心动作 就让苗可莉泪崩 你知道吗 我有一天回到家里 我都没有发现 反正都回家 打开要整理我的心理 怎么里面有一包 那个小小的那个 韩国的那个科学面 有没有 偷塞的 偷塞的 然后他黏了一张纸条 写说 这个好吃 带在车上吃吧 我就在家里泪崩了 虽然就这么一包科学面 小小的面 你知道那张纸条 我到现在还贴到我的冰箱 几个月前吧 你知道他竟然脱口而出 但我其实有点小心疼 他说 妈妈 那我们现在去你家吗 你在乎这个 你家我家 可是他马上改口 他马上就 没有 我说我们什么要回家 其实我有点小心疼 就是说 这个家 他对他的家很陌生 可是其实他 财政应该属于这里的 台中那个地方 反而就是外婆家 对 可是他却没有办法 去习惯这个地方 其实他 应该 灰暑的家 对 所以这一天 其实我觉得 有点兴奋他 他有时候回台中的时候 我真的送他上车 然后 我回到家 他发现 枕头上怎么有一张纸条 他就会写说 不要太辛苦哦 其实有时候我觉得 他很棒的原因 是他很坚强 因为像现在 我常常会去 他很 他也不会跟我 抗论什么 他从来不会给我压力 可是我会从一个小细节 发现他对我的不舍 我觉得我们两个都 在学习吧 但是我觉得 这就是人生吧 我以前是讲到他 我就哭 因为我觉得我对不起他 2001年 踏入演艺圈 13年的苗可丽 始终没有代表作 钢琪戏演八点档 台湾阿诚 首度演出大恶女时 和导演李宝能结婚 怀上了女儿 为了赚钱 肚子大到怀胎九个月 还在演 我怀孕了基本上 就应该不能演了嘛 可是我其实那时候 也非常需要钱 因为才刚开始演八点档嘛 然后华哥也非常帮忙 就说 啊 怀孕了 啊 没关系 那不然就写你怀孕了 可是你知道怀孕了 还去骑拼的 真的是够了 可是我真的是演演演演 因为那时候 也还骂得不错 所以呢 就是演到 记得好像九个月了 我还在骂人 可是我每次一骂人 我就公说 我每次在骂人 我都觉得我快生了 有一天我真的觉得说 不行 好像不能再演了 太激动了 对 一激动 他就公说 我都觉得我好像快生 你把包不好 对 后来就没演了 我就拜托说 不要再写了 我要回去待产了 对 所以你也演到九个月啊 对 可是我演完 做完月子 马上又上来演 那时候你不红啊 然后就钱不多嘛 虽然你有在拍戏 可是钱不多 那又有小孩啦 你当然就是要 有机会 怎么能不把握 做完月子 苗可丽就付出 只要有机会 就算演妈妈 她二话不说 直接上阵 没想到 泼辣很近的形象 从此让她戏路大开 我那时候真的只是觉得 有人找我演戏 我就很珍惜了 所以你看我二十出头 我就演妈妈 都演比我大的人妈妈 当然 因为小蛋太多了 你怎么去跟人家 真要演一个小蛋 更何况那时候 我又结婚了 但是我那时候觉得 有机会就好 所以我就开始演 妈妈这类的角色 就一直没有停过了 也好 趁早卡位 就卡一个妈妈在哪里 就是卡卡 卡到现在都是妈妈 会建设的女孩 二十万拿去开 现在开手怎么办 没说信用了 要回家又有什么样子 你现在当作 你这个韩産爷 你小姐 你帮我帮我帮你帮 好 要一个草民 击爆草莓拳的经典 让观众看得过瘾 苗可丽人红了 戏路广了 但和在中国拍戏的先生 聚少离多 结束了六年婚姻 对女儿满是亏欠 我女儿小时候 半年才回去见她们一次 因为我一直在爽约 她以前常常会跟我说 你不是答应过我 国中要带我上来 可是我真的有这么打算过 可是就是后来 我考虑到我这么忙 她如果永远都是 一个人在家里 我觉得这样也很可怜 她一出生 妈妈爸妈不在身边 经历父母离婚 经历自己一个人 独自成长 她从小就这样 很少哭 可长大我更没有看到她哭 我后来知道她哭是 有一天她有一个娃娃 已经很久 很久很久了 然后我就说这个可以 好像可以收起来了这样 她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 上面都是我的眼泪 我说蛤 我才知道原来她都会抱着她 可能想我的时候 或什么的时候哭 所以她都是背对着偷哭 她从来都不让人家知道 在你面前从来没有 很轻 跟我一样 最美丽的苗可丽 各位勇心 各位小头女友大家好 我希望来点一点 跟巴拉有关系的歌 跟巴拉有关系的歌 巴拉 女儿的坚强 苗可丽没后顾之忧 更努力打拼 把欢笑留给观众 后来接下秀场节目主持棒 和某恰恰 许孝顺一起挑大梁 主持又演戏 压力大 接戏空档 唯一宣泄管道 就是画画抒压 我就是 好 眼睛长在头顶上 鼻子长歪歪的 好 不穿鞋 好 内内露出来 我可以都全部决定 对 我就觉得 哇太自由了 所以我在画读的时候 超享受的 尤其在我情绪越不好的时候 我发现我画图的产量会越多 那一年 其实我因为一部戏 卡住了 动弹不得 没办法接别的 就卡在这里 可是变成 它没办法动的时候 是不是空了很多的时间 这么多时间怎么办 我又有情绪啊 怎么办 我这样没有办法做别的事情啊 我要赚钱啊 情绪来的时候怎么办 画图 一直画 一直画 画了一堆图 PO了很多的文字 写了很多的文字 就因为这样 有了这场音乐会 这个音乐会 不在我的计划里 因为我学了接受 我开始等待 也因为等待 有了图 有了音乐会 学会成服 等待 带点卡通风格的画作 不只让音乐家李哲益赏识 和苗可丽合作音乐会 也因为等待 等到这部戏 带队长 人这么好 他也还不老啊 真的是好的不长命 你看他现在这部戏 这么受欢迎 他疗愈多少人的心 你说这部戏 等待这么久 这么用心地拍完它 值不值得 我觉得太值得了 从泼辣李燕萍 到居酒屋 捏寿司的女老板 苗可丽创造 一步步人物经典 最新鱼画画的她 未来继续创作 丰满不一样的人生 有些人说 她每天在外面很累 回来到家 看到我的画 她觉得很放松 我才发现说 我的图有给人家 这样的感觉 原来会这样 是 其实我真的 有点很想办画展 有没有人要找我 来 帮你打这个 我希望我明年 可以来做这件事 一千个人里面 有一个人被touch到了 我都觉得很值得 所以我都觉得 反正就去做嘛 因为我觉得 这个世界 其实我们来到这里 尤其到我现在 快五十岁了 我都觉得说 你到底要去说 你得到什么吗 你到你要人生 跑马灯出来的那一刻 你要觉得 你要去问这个世界 你得到什么吗 其实我觉得 那个都不重要 我反而觉得说 你要创造什么 我们来到这个世界 其实我觉得 你要留给这个世界 最独特的东西 是你创造了什么